尊敬的诸位大德 大家好 我们继续来学习四书里面的大学 刚才讲到格物置之的解释 因为在历史上 这解释不同的论点有很多 我们都拿出来做一个学习 然后进行对照 那么不同的说法 就显现出高下不一样 那么王阳明先生 刚才我们对他的生平 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 他有一篇文章叫大学问 专门提出 他对于大学里面的一些哲学理念 那么他解释 格物置之 是这么说的 格者正也 正其不正 已归于正之位也 正其不正者 去恶之位也 归于正者 为善之位也 服侍之位格 所以格物 它是 解释 说格 就是正的意思 格正 那 这个正是端正 原来有不正的 现在把它摆成正了 这就叫格 所以说正其不正 原来不正 现在把它归于正 本来是正 本来是正的 本来自信是本善的 现在把它归于正 那当然 这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那不正呢 不正是 暂时的 因为由后天 习气染污 所以才呀 从正那里 偏出来了 现在呢 要回头 归于正 那什么叫正其不正呢 就是去恶的意思 不正是恶 把恶的去除 这叫正其不正 那么这个恶 本来没有 本来只有善 这叫性本善 本来只有正 没有不正 那既然本来没有恶 现在要去掉恶 这不难 本来是正的 本来是善的 现在要归于正 这也不难 那归于正者 为善之谓也 归于正就叫善 修善 所以什么叫恶 就是断恶 修善的意思 真正能断恶 修善 这就是恶物 那么什么叫自知 自知 自知云者 非若厚如所谓 聪旷其知识之位 至五心之良知焉耳 良知者 梦子所谓 是非之心 人皆有之 这也 是非之心 不待律而知 不待学而能 事故为之良知 事乃天命之性 物心之本体 自然良知 明觉 这也 这是王阳明先生的解释 他讲的自知 跟成诛所说的不一样 这成是二成 成义和成好 这两兄弟 都是大乳 诸西诸夫子 也跟他们学的 虽然没见面 是他们的私塾弟子 那成诛为代表的学说 认为 智之 就是旷充 其知识 就是你的见闻很多 你的知识很丰富 要把这个知识 框充到极点 到无所不知 这是智之 那王阳明先生 不同意这个观点 他说什么呢 智之是 智五心之良知 五心是我们自己本有的真心 本有真心里就有良知了 只是把这个良知恢复 这叫智之 那么良知者 良知是什么呢 孟子说过 是非之心 是非之心 人皆有之 那是非之心呢 就是良知 心里面 本身就带有了 仁义理智 这些德 这个不是从思考 而得到的知识 也不是从学习 才能获得的能力 那是天性 本有的得能 这个叫做良知 不是从外面得来的 内心里 本来就有 王阳明先生讲 是天命之性 五心之本体 天命之性 是讲我们的 真心本性 也就是大学里讲的 明德 它是心的本体 这叫自然的良知 明觉 明觉就是明德 本来觉悟 佛家里面 有一本 大乘起信论 马明菩萨作 里面就讲到 本觉本有 不觉本无 本来 这个觉悟的 清醒 我们本来有 也就是华言经里讲的 众生皆有 如来智慧得相 每一个众生 都有如来的智慧 这是本觉 得相是什么呢 得能向好 得能就是 王阳明先生 这里讲的良知 良能 相好是 福报 每一个众生 跟佛没有两样 但因妄想执着 而不能正德 这佛讲到 一语道破 为什么现在 好像良知良能 智慧明德 都不显了呢 就是因为我们有 妄想 分别执着 有妄想 我们本来有的 大元净智 变成第八诗 阿赖耶 有分别 我们原来有的 妙观察智 变成第六诗 意识 有执着呢 把原来的平等性质 变成 第七诗 莫那诗 执着 往下分别执着 所以良知 明德 就失掉 这个诗 是迷失 不是真的 诗 本诀 迷失 但是 虽然迷失 它是本有 妄想 妄想分别执着 本来没有 不觉本无 那现在要恢复你的 本来有的本觉 去除你本来没有的不觉 这是有何难的事情 本来有的当然可以恢复 本来没有的当然可以去除 所以这是要下格物置之的功夫 格物就是前面讲的 去以恶为善 正其不正而归于正 这是格物 那么印光大师 这是民国的高僧 民国初年 净土宗的第十三组 那么他在文抄里面 对太上感应篇直讲 写了一篇续文 在续文上 也谈到了格物之之 我们也提出来 做一个学习 他讲到的 跟偶一大师 跟王阳明先生 这是一脉相承 印光大师 印光大师说 人性本善 由对境社员 不加检查 遂至起注执着 好物种种情见 以埋没本性者 比比皆是 印光大师 印光大师 人性本善 这个心 就是我们的 真如自信 本善 是绝对的善 纯净纯善 它不是跟恶相对的 它没有相对 没有对待 那虽然我们 有这个 本善的自信 可是现在呢 对境社员 见到外面的境界 境是物质环境 原是人事环境 在这些 人事物的环境里面 不加检查 人事物的环境 这是迷失了 无名起来 然后呢 就会起执着 那执着是 最出众的妄想 我们讲妄想分别执着 妄想是最细 进而有分别 再进而有执着 一层比一层出众 那么执着 那么执着里面 包括好恶 就是你喜欢 讨厌 这些感情 七情五欲 还有种种的情界 在情职里面 产生的见解 那么这些 这些妄想分别执着 埋没了本性 所以本善就不显了 明德就不明了 原来是正的 现在变成不正 这些人太多太多了 比比皆是 所有凡夫啊 都是这个样子 那么印光大师 这些 着重提出执着 为什么呢 执着是最重的一种烦恼 如果把执着断了 这个人就成阿罗汉了 那他还有分别 还有妄想 等他把分别也断了 他就是菩萨 把妄想也断了 他就成佛了 所以佛法里面讲 佛 菩萨 罗汉 这是指三个学位名称 就像你的修学 你到一个阶段 毕业了 你把执着断了 你拿到阿罗汉的学位 好比大学里 拿到学士学位了 你把分别断了 拿到菩萨的学位了 好比大学里面的硕士学位了 你把妄想也断了 就拿到佛的学位了 这是最高学位 像大学里面讲的博士 这是最高学位 所以佛教不是宗教 它是教育 这些佛菩萨的名号 都是学位的名称 不同的佛的符号 不同菩萨的名号 那是不同的专业 你比如说 观世音菩萨 专门显现大悲 大慈大悲 它是大慈大悲 这个修行上毕业的 文书施力菩萨 比较大智慧 大智慧 这个法门里 正得的 文书菩萨 所以观世音菩萨 文书菩萨 所有的佛菩萨 不是专指一个人 他就好像大学里面的 这个 数学 硕士 物理 博士 社会学 学士 不同的专业 就有不同的名号 你要是修慈悲 你修成功了 你就拿到菩萨学位了 那你就是 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所以我们认识佛教 不能够产生偏见 它不是宗教 它是教育 教育的目的 就是这里讲的 明其明德 止于至善而已 修学的方式 方法 跟大学讲的一样 还是格物 至之 诚意正心而已 跟儒家 跟道家讲的 没有两样 只是他讲的更详细 大藏经的分量 比儒家 经典的分量 要多 儒家经典 一般讲十三经 那大藏经里面的经典 是很多的 浩如烟海 对 英光大师讲 因为我们埋没了本性 所以 由是古之圣人 各垂言教 既人 一行 以赴其出 其言语 虽多 总不出格物 至之 明明得 只至善而已 古来的圣人 古来的圣人 包括 如是道的圣人 他们 垂下的 遗留下来的 这个教会 留下来的经典 希望人 一教奉行 最后能够 恢复 他的 本来面目 本善 本性 讲的千言万语 概括起来 就是大学的 格物至之 明明得 至至善 这是 英光大师 为我们总结出 圣言 这个圣人 教诲的 纲礼 那什么叫格物呢 所言格物者 格如格斗 如一人与万人敌 物 即烦恼妄想 亦即 俗 所谓 人 欲言 与烦恼妄想 之人 欲战 必具一番 刚觉 不弃之志 方有失效 否则 心随 物转 何能格物 那么 英光大师 这里 讲到的格物 讲得非常具体 也非常容易懂 实实在在的 他说格物是格 就是如格斗一样 像一个人 跟万人的 作战 那跟敌人作战 你跟他格斗 那要英勇无比 才能战胜他们 那么这些敌人是谁呢 这里讲到物 是指烦恼妄想 烦恼妄想 从大方面来讲 包括妄想 分别执着 妄想 叫无名烦恼 分别 叫沉沙烦恼 执着 叫见识烦恼 都叫烦恼 那妄想 就讲得很细的烦恼 那么在俗来讲 你讲得太高 一般人听不懂 印光大师 用非常通俗的话 这个物是指什么呢 人欲 物欲 具体而言 人的欲望 包括五大类 财 色 名 食 穗 所谓财的欲望 贪财 色的欲望 名的欲望 食欲 岁欲 这五欲 是盖赴我们 本性 名德的 这些 重诈 那么与这些烦恼 妄想的人欲战 这个人欲 是烦恼 妄想里面 最重的一份 它属于执着里面 由妄想里头 产生分别 由分别里面 产生执着 由执着里面 产生欲望 这是指最重的一份 那 印光大师叫我们 从这里下手 最出重的烦恼 那里开始 可处 要跟他们作战 这就是诸西诸夫子 所说的 要灭人欲 存天理 就是跟他们作战 那必须要有一番 刚觉不切之志 刚强 果敢 不能够退切 战胜万军 这个不难 战胜自己的欲望 才是真正大英雄 没有一番 刚觉不切的勇气 那很难受到失效 欲望现前了 诱惑现前了 为之所动 为之所转 心碎物转了 那就不叫割物了 被物给割掉了 自己成为了物欲的奴隶了 怎么能叫割物呢 那么印光大师这里讲的割物 有没有跟偶艺大师 王阳明先生讲的有出路呢 没有出路 偶艺大师讲的割物 是在最高的圆满的层面 来讲 叫唯心时观 唯心时观就是明了 宇宙人生 万事万物 都是我们心时变现出来的 明了之后 偶艺大师教导我们 必须要利去内心之恶 利行心内之善 这样才能够转 你的宇宙人生 把这境界转好 转正 这是格物 要不然 要不然你只有这个认知 但是你不肯利行 断恶修串 你那个唯心时观 也是一个空谈 得不到受用 而且你根本没有入这个观念 知行是合一的 你有这个观念 必定有这样的行动 你真正能够懂得唯心时观 你自然能够努力 断恶修缮 王阳明先生讲的 也是这个道理 他想格物是正其不正 以归于正 就是去恶为善 那么印光大师讲的更具体了 干脆讲 与欲望做格斗 最出众的 这个烦恼 这个恶 是我们的欲望 跟这个格斗 格出干净 才能恢复我们的本性 当然 格掉欲望之后 这是第一步 再往上提升 要去掉执着 这是置之 再去掉分别 这是 这个 这个 去掉执着 是一成了 去到分别 是置之 再去掉妄想 这是正心 那你才能够真正 大名其名德 所以 他们三位 大德讲的 都是一样 诸夫子也谈到 存天理灭人欲 但是他却没有跟格物之之 结合起来讲 很遗憾 那么这个跟物欲格斗 确实 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 明了 我们呢 要有立志 过去 宋朝 范聪燕先生 这是 宋朝的名相 他在年轻的时候 生活极其贫寒 因为 自小 丧父 母亲改嫁 嫁到姓朱的人家 后来 朱家排斥了范聪燕 他不得不辞别母亲 去读书 去考取功名 在破庙里面 苦读 历史上记载它是 断济化粥 吃得很简单的 每天煮一锅粥 凉了 成块了 然后呢 化开四块 早晚 早晚各吃两块 就一点 那种 野菜 用盐腌成的咸菜 把它切成一条条 就断鸡 断鸡化粥 那晚上 苦读 一不解败 五年 都是如此 你看这是 断鱼 时鱼 岁鱼 后来 在庙里面读书 有一天 偶然发现 树下埋着一坛银子 钱很多 对于这么清贫的 范仲淹先生来讲 得到这坛银子 那是多大的 补给 可是 范先生 见到了 心没有动 还是把这个银子 埋回到地下 也不去吓他 也没有跟别人说 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继续攻读他的 书本 这是什么呢 把财的欲望放下 果然后来 考上进士 做到了宰相 进攻立业 而且他做了宰相之后 依然是把自己的 所有俸禄 拿出来 购置一田 支持那些 亲戚 和 清贫的学子 来读书 为国家 培养人才 自己的享受 降到了最低程度 到最后 自己 去世的时候 家里啊 连买棺木的钱 都拿不出来 为什么呢 全给布施掉 范中燕先生 在岳阳楼记里面 讲到 勿以 不以勿喜 不以勿喜 不以己悲 这就是格物 见到了 明文立亚 五欲六成 享受 你不会贪恋 不因自己 不得志 而忧悲 完全是 心里 只想着 天下 苍生 国家设计 大公 无私 先天下之忧 而忧 后天下之乐 而乐 你看看 人家的气概 这是 正气从天 这个功夫 就是格物 自知 诚意 正心 而来的 如果不能够 降服住 自己的欲望 他怎么能够做到 所以 他的德之后 福音 八百年的子孙 到了民国时期 印光大师 他最为佩服的两个人 一个是孔老夫子 一个是范宗妍 两个大家族 历代都有先人 真是 所谓的 善有善报 积善之家 必有余庆 这种功夫 就是格物 而来的 那么这个 智之 印光大师 他解释 智者 推及而 扩充之位 知 即五人 本具 爱卿 敬凶之良知 非由教 由学 而是有也 然 常人 于日用之中 不加 省茶 简点 从之 随物所转 获至 并以 并此 爱卿 敬凶之良知 亦施之 上望其 推及 此良知 以便应万事 涵养自心乎 所以这个智之 讲道 是 推及 扩充 自己的 本有的良知 跟王阳明先生 讲的是一样 这个知识 我 印光大师讲的 我们爱卿 敬凶之良知 爱卿是笑 敬凶是惕 笑气 是一切道德的根本 一切道德 都是我们自信 本有的明德 所谓笑气 忠信 礼义 廉耻 都是自己 本具的良知 而这里 印光大师 举出笑气 就是用这个根本 来表示 所有的德能 这论语里面讲的 笑气 也者 其为人之本 所以这是良知 这个良知 不是由 教而来 父母教他 老师教他 不是的 也不是自己学来的 自己本有的 只是常人 在日用平常 待人处事 接物当中 没有加以 醒茶 检点 就迷失了 这个良知 起了什么呢 贪春吃的习气 所以会随物所转 物是境界 包括人事环境 和物质环境 诱惑一来了 心就动了 见到顺境的时候 见到自己喜欢的 就贪了 见到宁静 见到自己讨厌的人和事 就起称慧了 就发脾气了 这是随物所转 心随静转 乃至 我们的笑气的良知 都失掉了 这个诗也不是真实 是迷失了 就是它没有给你起作用 起作用的是 我们的贪春吃的烦恼习气 那这样 我们岂能够 推及良知 以便应万事 涵养自心 所以阴光大师 不给我们讲很高声的道理 就让我们 认认真真的 断除自己的烦恼欲望下手 先把这个断除掉 然后你才能提升 慢慢才能够 推及我们的良知 去便应万事 对一切事 一切人 一切物 都用什么呢 智慧 都用德行 就是 不分别 不执着 甚至做到 不起心 不动念 便应万事 而不受 万事所转 这叫各物 涵养自心 自心是我们的真心 养我们的真心 那真心的作用 孟子讲的 浩然之气 武阳养武 好然之气 所以 印光大师说 是以圣人 御人 明明得 只至善 最初下手 令先从 格物 置之而起 明明得 只至善 这是我们的目标 恢复 本性 本善 下手处 印光大师 给我们拉到 很实在的 这个地步了 格物 格除物欲 置之 就是 扩充 推积 我们 本有的 孝涕 良知 那么这些 说法 把偶艺大师 所讲的道理 讲的更实在 更能落实 我们真能在 境界上 锻炼 放下 自私自利 放下 明文力 放下 五欲六成的享受 放下 贪嗔痴慢 这是格物 格物就能置之 你放下了那些 烦恼 私欲 你的良知 就能现前 所以才讲 智之在格物 功夫就在格物 我们又回到 偶艺大师 四书节里面 他还有一句话 在这里解释 古之欲 明明德 这一节经文 他说 又指亦明德 分心 亦知 三明 智之 即明明德 这个 明明德 明德 是讲我们的 自信 本具的 性德 那么在这里 为我们讲 分成 心 意 知 分成三个方面 讲 那我们凡夫的心 意 知 是什么呢 就是 第六 第七 第八 这个心 是第八 义 是第七 知 是第六 知 心 义 知 这三种 全都是 妄性 实 是妄性 不是真心 那有妄性 明德 就不明了 那现在要明明德 就得转我们的妄心 回归我们的真心 这转妄心 就是转实 回归真心 就是 诚挚 所以 欧益大师 前面给我们讲到的 正心 就是转 第八 为大圆 禁止 诚意 就是转第七 时 为平等性 知 至之 就是转第六 时 为妙观察 至 这三十 一转 前面五十 也跟着转 眼耳鼻舌身 这五十 也一起转成 曾所作之 所以 转八十 成四支 这就是明明德 真心现前了 信德 自然流露出来了 自信光明显发了 这是明明德 那欧益大师 为什么单提出 智之 及明明德 那实在讲 诚意也是明明德 正心也是明明德 一转 一切都转 可是 欧益大师 单提出 智之 就是讲 转我们 第六时 成妙观察制 要知道 只要 第六时转了 其他七时 跟着转 一个没转 其他都没转 一个转了 其他 跟着都转 那么 第六时 是 作用最大的 他是 分别 由分别 产生 执著 所以 罪魁祸首 就是他 那意思是什么 我们的 思念 我们的 思考 我们的 研究 我们的判断 我们 种种的 分别 那 要把 这些 放下 那 意思是 我们 先要 明白 道理 这要靠 意识 的作用 像 我们学到的 四书 这道理 搞明白 这是用意识 你没有 意识 你怎么能 学到 先要 用意识 学到之后 不要再 执着他 把他 也放下 如果 学了之后 你执着了 这就 转成 知识 诸夫子 讲的 智 知识 推广 我们的 知识 扩充 我们的 知识 那什么呢 他学了 没有 放下 那真的 变成知识 他成为一个 这个 儒学 大教 大学 文教 知识 原本 但是他 能不能 转他的 烦恼呢 他没有 能转 烦恼 我们看到 他晚年 遇到了 种种的 这个不幸 大家对他的 误会 甚至有人 恶意 毁谤他 诬陷他 他很气愤 气愤是 真会 烦恼 没有转 所以知识 在这里 不能帮你 转烦恼 那这 他呢 是什么呢 是 儒学 大师 但是 搞儒学 能不能成就 真正的 圣人呢 圣人是 钻石 成智 那不能够 要怎么样呢 把儒学 换过来 学儒 学儒是什么 真正向孔老夫子 学习 他是儒学的 鼻祖 向他学 学得很像 最后能入境界 那就能够转烦恼了 你看孔老夫子 在学尔篇第一 第一句话 就说 学尔实习之 不欲悦乎 这个悦是喜悦 法喜 为什么呢 烦恼断除 法喜 从内心里面 不断地涌出来 不欲悦乎 那为什么 他能够不欲悦呢 因为他学了之后 还要习 习是你真干 格物智之 诚意正心 你学了 你明白道理 那你真的做 真的转烦恼 用智慧 用良知 把知识 也放下 那最后呢 你就真正做到 智之了 那明明德 你就做到了 那你说 孔老夫子 他把知识 放下了吗 你何以见得呢 有个证据 在论语里面 《子憨》第九篇 孔老夫子 讲过一句话 子曰 无有知乎哉 无知也 有彼父问于我 空空如也 我扣其两端 而结阴 这是论语上的话 正好什么意思 孔老夫子 把自己的境界 说出来了 他说 我有知识吗 就是你问他 你有所知的东西吗 他说老实话 无知 孔老夫子 难道没有知识吗 不是 他这里讲的无知 是他把知识放下 不执着知识 这是真正的知识 他转了 把第七识 这个第六识意识 转成妙观察制了 这个就是无知 无知是什么呢 智慧现前 有知识 这是障碍智慧的 那没有人问他的时候 他是处于无知的状态 心里 什么事都没有 空空如也 这是佛法里讲的 薄弱无知 那他起作用的时候 无所不知 所以底下说 有笔夫问你我 有人来问我的时候 笔夫是代表 我们的凡人 一切众生 向他老人家叩问 这时候 他就起作用了 无所不知 你问他 他都能给你回答 就好像一个钟一样 里头心是空的 你敲呢 他才能想 他自己不会想 你得敲他才能想 所谓大扣者大明 小扣者小明 不扣者不明 圣人都是这样的 心里面 他没有妄想分别执着 所以心中无有一物 这真正格物做到了极处 有一物啊 那他就 那他就有障碍了 自信的智慧啊 明德 就不能够圆满的现前 而论语这里讲得好 说有笔夫问于我 空空如也 在问的时候 他还是空空如也 就好像大钟 你敲他的手 他里头也是没东西 不是说你不敲的时候 他在空 敲了之后 他里头就有东西了 那不是 你敲他也好 不敲他也好 他里头还是空空如也 自始至终啊 还是无有一物 六祖慧能大师讲的 本来无一物啊 何处惹尘埃 本来什么都没有 都是空 自信就是这个样子 本自 情境啊 所以 你 扣问他的时候 他还是空的 还是处于 无知 可是他起作用 就是无所不知 无知跟无所不知 是一不是二 我们细细去体会 那个钟 响的样子 你敲他 大敲一下 他就 响了声音就大 小敲一下 声音就小 那个声音的大小 是他自己主动出来的吗 不是 我们 众生啊 有所感 他就有所应 那他所应的 就回答 一切众生的话 怎么回答呢 我扣起两端 而结焉 两端 是 比夫 有的 这两端是讲什么呢 他有分别 有执着 就有两端 有二 比如说 他有善和恶的分别 有是与非的分别 有正与邪的分别 他有这两端 他不能圆容 他来很多问题 问夫子 夫子 是什么呢 随顺他的分别之中 还回答他 这叫 恒顺众生 随喜功德 而回答他呢 目的是 结 结是什么呢 去除干净 把他的这个 两端 这分别之中 去除干净 为什么呢 因为他失了本心 有这个妄想分别之中 也就是他不能够置之 诚意正心 现在呢 把他的分别执着 给他去掉 也让他 格物置之 诚意正心 明其明德而已呀 所以能够 亲民 亲民就是 让民众 让众生 也能够 明其明德 自度度他 止于至善 所以我们才知道 原来夫子 也做到了至之 他在论语说这句话 就表明他已经 入这个境界了 他确实明明德 转时成智 那么我们学习 儒家的学问 关键是在这个 实学上着力 不是只学个词章文句 道理能够讲出 头头是道 可是没入境界 也就是说 我们没有真正做到 格物置之诚意正心 那 就是属于比夫一类了 不是圣贤 好 今天的时间到了 我们把这一节经文 就学习到此地 有不妥之处 请诸位大德 多多批评指正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